Hello 大家帮我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谷的栏目 今天的手套股专题 我们来聊一聊 今天马股手套股 拉高插水 到底是中价在洗盘还是出货 如果说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 建议先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昨天实际上我们有预测股价是吧 然后利用布林线 也可以让我们今天能够逃顶 到底怎么样去及时逃顶呢 相信今天有很多人追进去了 你有没有追进手套股呢 如果有的话回复一个yes 我们先来看它的排行 从今天的板块排行来讲 手套股又垫底了 曾经一度的话它就排在第一了 本来以为今天也稳了 结果在九点半不到就开始插水了 对吧 由于倒比式的话插水更厉害 到底机构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板块指数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 收了一个阴线啊 但是没有创新低 今天呢是创了新低 刚好是达到了中轨线的位置 曾经一度还突破了中轨线是吧 给人的感觉就是 哎还不错嘞 对吧 又回到中轨线以上了 但是午后尤其是下午的时候 你看啊 实际上你看这个分时图 它跌破了一个黄线的位置 实际上是11点55 所以作为技术分析来者 作为技术分析者来讲啊 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比如说 这边上这个黄线你可以买入 然后下黄线可以买出 那有人说能赚钱吗 这肯定可以赚的 这个位置是150 这个位置是1874 20个点啊 24个点 如果换一个个股的话 那肯定也是可以的 上中轨的时候啊 上黄线是1块1毛5 下来的时候呢 是1块1毛9 你还可以赚四分啊 对不对 你看706也是吗 上这个黄线是9毛5 下这个黄线9毛8 也是可以赚吗 然后这个也一样啊 然后上这个黄线的时候 是2块3 下黄线的时候 2块4毛2 你看都可以赚啊 所以说任何的标准啊 只要你按照操作 其实就挺简单的啊 那什么时候卖出呢 那就是在股价跌破 这个黄线之后 尤其这儿反弹不过的时候 最晚最晚在11点50 50分的时候 差不多也该卖了 对吧 午后的话就插水了 相信这个阶段 大家是有看到的是吧 也许可能你正在忙是吧 忙着在干什么呢 忙着在做工 或者忙着谈客户 对吧 但是从昨天的情况来看 我们应该引起注意了啊 昨天也跟大家去提醒了 对吧 但是今天早盘这个上涨了 让很多人怀疑 是不是 从这个MCD指标来看 实际上昨天这个红猪还是增加的 今天也增加了是吧 也是变长的 MCD指标呢 还是空头排列 然后我们看一下周线啊 周线里面的规则呢 实际上还是在运行的 还是正常的 如果说本周调完了是阴线 下周应该受阳线 下周不受阳线就废了啊 就就就下跌 或者说中期下跌 这个概率就比较高了 今天虽然跌了 但是离着中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 中轨线是在2块1毛3 就是哈德利港 现在2块3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吧 先看板块指数啊 板块指数这边呢 我们在昨天的午盘 还有晚上呢 都讲到了一些重点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 如果有听到的话 就回复一下yes 实际上昨天我们在看的时候 是在中午在这个位置 晚上说完盘的话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在5点是吧 今天实际上就涨了一个小时 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到10点的话就跌下去了 到这个10点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卖出去呢 因为它突破了前几率平台是吧 突破了平台 那你可能考虑加仓了 结果就下去了 对吧 实际上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 我们拿一个30分钟 30分钟它几个阳线呢 2468第九根是吧 这就是九阴战法和九阳战法 到第九的时候 你差不多应该要跑了 对吧 你说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30分钟 实际上也就涨了30分钟 多一点点啊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时间 它的高点是在 10点 10点06产生的 也就是一个小时啊 基本上是涨了一个小时 如果你看60分钟的话 可能就跑不掉 看30分钟的 我们前面学过啊 比如说学过那个九阳是吧 2468 你看 调一下对吧 下次我在这儿讨顶的 还记得吗 对吧 所以说有时候特别简单 数数数就知道该讨顶了 2468 到第九根 就应该迈出去了啊 有时候过后了 没过后的话 你知道这个方法 你数一数不也知道吗 是不是 所以不要老抬杠啊 我们是来教方法的 然后60分钟里边 我们怎么去能够知道 是吧 然后这个九阳啊 九阴啊 是吧 这个战法真的你非常适合 你去学习 是吧 能够让你 未卜先知 能够卖在下跌之前 买在上涨之前 所以说 如果说你想学习这套 三乘三式 九阴战法的话 扫码回复一下三式 好吧 拆手现在还还在免费送给你啊 要不然后边的话 这方法太好用了 不能一直免费 对吧 后边得收点钱 因为都学会了 也就没什么用了 好 我们怎么能够逃顶啊 实际上我们还是用布林线 布林线这个位置呢 你发现就会特别漂亮 对吧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情况 看到什么情况 这个位置这是一个高点 也就是在这个三式之前的一根 是吧 你就卖掉它 跌到下轨线 或者这个位置到下轨线 说想先买入 买入之后到上轨卖出 卖出之后呢 到下轨再买 明天就可能会出去下轨 而且这边我们有给大家预测 这是一个加速的三式 这个之后出来一个向上 是吧 涨了吧 虽然涨的不多 但是你至少是能赚钱的 然后今天最后三根 又是一个加速三式 所以说明天的前一个六十分钟 如果只跌 或者收一根阳线 应该来讲呢 还会探一下啊 探一下这个低点 然后才会起来 因为从周线里边看的话 实际上它还有一点空间嘛 我们打开周线来看一下 周线里边呢 基本上还有一点空间 是到什么时间呢 到1815是吧 1815啊 然后60分钟差不多也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再往下走一走的话 就到这了 是182多点是吧 不对啊 1815 就是那个点啊 就是那个点 好 而且出现加速三式 然后明天的前一个六十分钟呢 应该收阳线是对的啊 比如说我们看看三十分钟吧 三十分钟里边是 二四六八十 是吧 也是到了位的啊 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刚才我们实际上画了一个图吧 画一图之后 你看是不是 到了没有 给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哎 明天的前一个三十分钟就受阳线的话 就是好事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技术分析 你说它好不好用 它非常好用 对吧 就至少它能够给你清楚的知道 哦 你什么地方该买 什么地方该卖 是吧 不会乱乱来 好 我们具体看个股啊 个股今天这个top glove 实际上藏的挺高的啊 最终又打下来了 是吧 你看打的还挺挺深的 你用同样的方法是吧 它离着这个中轨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说有下跌空间啊 本周做完 预计如果下了中轨 下周就该起了啊 下周要起的话就是非常好的 然后从top glove 它的六十分钟图来看 实际上也是有加速三十 而且已经到下跌了 是吧 然后这一遍呢 实际上也有啊 你看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就应该出去了吗 是吧 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机构参数是多少 刚才我们谈到整个板块 你看 是一样 如果说你按照机构参数的话 抄顶卖顶没问题 是吧 然后高抛低吸 高抛带低吸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这个目前没有到啊 但是如果说你按照 实际上你按照这个普通参数来讲 普通参数 你看这是没有触及到的 逃不了顶 这个也是没触及到的 也抄不了底 这个也是没到的 也逃不了顶 那这个就已经跌破了 对吧 所以说你发现 不比较不知道 一比较吓一跳 你整天在用那些指标 原来都用错了 是吧 怪不得就逃不了顶 抄不了底 赚不了钱 一买就亏 一卖就涨 知道为什么了吗 所以说 还没有啊 还不知道这个参数的啊 还没有拿这个参数的密码的 回复一下参数啊 赶紧去用起来啊 用起来 效果真的太棒了 对吧 如果说你不是第一次来听 相信这个效果你也见证了 对吧 但只是说你可能 哎呀 不用指标 对吧 不用指标呢 你看用指标跟不用指标差别太大了 对不对 用机构参数的指标 跟用普通版的参数的指标 差别天上地下 对吧 为什么一直抓不住地点啊 为什么一买就跌啊 对吧 你用的不是机构参数 这个也出现加速三次了啊 然后下边出现死差 但这个死差是没有创新低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7106 7106也是冲高回动下来的啊 实际上它有一点破未了啊 前面我们有画了一个上升的通道 对吧 画了一个上升通道 哎 有点破未了是吧 如果这么看的话也行 所以说不太乐观啊 从周线里边看 哎 它就已经跌到哪了 已经跌到中轨线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连高点都没过的 这一次这个Supermax呢 相对偏弱一点 因为它有一些事情是吧 那个董事局闹在闹矛盾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能再跌了 再跌就破未了啊 如果说它不突破往下 就容易创新低了是吧 比如说这个Supermax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啊 当然它呢 在最后也收了这个加速三次啊 基本都出现加速三次了 所以明天的前一个小时 最后最好收一个阳线啊 不收阳线就要小心了 753呢 你看今天仗子也挺多的是吧 但是后边又打下来了 还是收在中轨线以下了 从MAC指标来看 实际上是红柱带变长是吧 还是空头排列 这个60分钟呢 就没有啊 没有形成加速三次 没有三次 然后接下来呢 它既可能在什么地方止跌呢 你也可以画一条线在这 它基本上可能会在这条线这止跌 是吧 所以这个还有下降空间 是不是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个5168 5168呢 今天是刚好摸了一下中轨就下去了啊 中轨线有点转下了 上轨也转下了 下轨一旦转下就不太好了啊 然后周线里边 它还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日线的话 离着下轨有一定的距离 60分钟呢 实际上在 今天它是没有出现加速三次 这个没有出现 但是破了心低是吧 破了心低了啊 这个要小心 这边的钢死差 然后看30分钟的话 实际上也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就相对偏弱一点 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看 那些小型的 小型的没跌太多是吧 还是横摆的状态 7191呢 今天也是冲 冲了一下中轨下来的 对吧 也是没有创新跌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暂时是可以的 小型的没有怎么跌啊 这个也没怎么跌 因为它就没怎么涨嘛 对吧 就没起嘛 今天就 2127 2127今天冲了是吧 冲了又下来的 也是没有 这样没跌收了个十字 所以这是 基本上手套股的讲解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及时的了解到手套股的最新动态 一定要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好吧 要不然要不然就会错过任何影片都可能会在关键时刻逃不了顶 关键时刻你没有买上 是不是 想要学习更多的啊 然后本周三的话会有一个全新的课题 全新的内容 因为五月份马上要结束了是吧 无不穷六会决嘛 下半年投资马上就要开始了 最近看美股有A股驱动啊 有AI驱动很多大的大型科技都创新高了是吧 马股下半年投资我们应该怎么误局有三大机会 我们周三晚上八点会讲 以及呢 今天已经看到了马股见底的信号 马股见底之后 为什么说他要可能会见底啊 时间已经到了 明天就会有奇迹出现 明天注意关注成交量的巨大的成交量 好吧 如果说想要报名这个周三晚上八点Zoom Live的话 就嗓码回复一下 三 回复三加上您的姓名 我们周三晚上见吧